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中方牵头人 刘特于当地时间19日上午 接受了媒体采访 他表示 此次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 是双方达成共识 不打贸易战 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刘特说 这是一次积极 务实 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访问 双方就发展积极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 达成许多共识 这次磋商取得积极成果的最重要原因 是两国元首此前达成的重要共识 根本原因是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的需求 刘特说 中美双方将在能源 农产品 医疗 高科技产品 金融等领域加强贸易合作 这既可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满足人民的需要 也有利于美方削减贸易赤字 是双赢的选择 同时 双方还将继续加强相互投资 和深化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合作 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 也有利于全球经济贸易的稳定繁荣 他强调 中国有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这个市场具有高度竞争性 如果想在中国市场获得份额 出口国必须要提高自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 让中国人民愿意买 中国不仅愿意从美国买 也将从全世界买 中国将举 半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 欢迎世界各国参加 刘鹤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 博鳌亚洲论坛上 提出了扩大开放的四个领域 我们将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加快落实 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 使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和启示 未来也会继续坚持下去 刘鹤说 此次双方取得共识 有其必然性 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解决两国经贸关系 多年来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时间 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无人能等 面对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 可能遇到的心曲折心矛盾 我们要冷静看待 坚持对话 妥善处理 中美就经贸磋商 嘎表联合声明 双方如何互利共赢 2018年5月20日08 33 00来源 央光网 央光网 北京5月20日消息 记者丁飞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报道 中美两国19日在华盛顿 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 中美联合声明中提到 双方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 美方将派团赴华讨论具体事项 增加农产品和能源自美进口 对中国消费者 老百姓的生活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有哪些需求 又如何在扩大进口中和美国实现互利共赢 2017年北京的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但部分地区禁止燃煤取暖 大力推行煤煤改气的政策 在12月初遭遇了另一种困境 不少农村居民因为天然气严重短缺而矮动 据估算 去年整个冬季采暖季期间 北方地区和全国天然气缺口 分别是48亿和113亿立方米左右 如何缓解气荒 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帝说 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途 中国的天然气需求都是有多少 用多少 现在天然气民用都不能满足 还有相当多的省市 就连城市都没有很好的天然气供应系统 工业更是如此 天然气属于稀缺类 国内天然气产量虽然增速很快 但和需求变化相比还是不够 关键是解决天然气怎么来的问题 2017年我国从土库曼斯坦 澳大利亚 卡塔尔 马来西亚 印尼等国进口天然气941立方米 同比增长26.1% 显然 进口量尚不能满足国内如此大体量的需求 在近日召开的第十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上 美国全国商会中国中心主任王杰提出 这是一个双赢的机会 对于未来 美国企业希望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更多地被中国购买 美国有很多可以提供给中国的 美国农产品 液化天然气等 受益于液炎气革命 美国近年来已从世界能源最大进口国 转变为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国之一 不仅天然气 原油产量也不断攀升 周大帝说 从价格上 天然气比没要贵 但更优质 排放低 而效率高 多元化进口天然气 石油对我国改善 能源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能源已渡过以总量短缺为主要矛盾的时代 现在优质能源短缺明显 特别是绿色低碳的能源 在化石能源里 中国的天然气比例很低 大大低于工业化国家的水平 我国现在多渠道进口天然气 北美特别是美国在液炎气革命后 天然气产量大增 如果有富裕的天然气可以出口 可成为中国进口天然气渠道之一 王杰提到的农产品 也是中美两国可实现共赢的重要领域 美国农产品物美价廉 牛肉 大豆等性价比全球领先 且有稳定供应能力 更优质农产品的进口 直接丰富的就是国内消费者的选择和品质生活 超市里进口商品区成了标配 进口猪肉 进口牛肉 进口海鲜桂台前 买家络绎不绝 这一点 安徽市民盘会感受颇深 现在购买进口商品越来越方便 很多大超市都会有专门区域放进口商品 还有专门卖进口商品的店 也会经常去选购 有时在网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东西 里面的食材涉及到进口的东西 我们就到商店去买 回来可以做一些非常美味的食物 2017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中国食品土处进出口商会副会长于露说 中国是美国农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市场 随着中等收入人群的不断壮大 国内消费市场对健康食品原料的进口保持旺盛需求 进口的多元化 品种多样化 对丰富老百姓餐桌 满足菜篮子需求和降低养殖成本都有重要意义 对于进口商 消费者 以及对美国的出口商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贸易的稳定对于已经形成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渠道 产品渠道也是非常好的暴涨 事实上 我国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 也面临着一年超过500亿美元的逆差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副主任宋居国说 2004年以来 农产品持续逆差 农产品进口在保供给的同时 也为平衡整体贸易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人多地少 受到资源的限制 受到生态环境的限制 今后农产品扩大进口也是必然的 中国是个大市场 农产品进口一方面调节国内语缺 补充国内供给 另一方面 平衡国际贸易 为国际农产品市场提供巨大